片全台!黎明谎称各大时装周首席彩妆师一天学费22000还落一波。 怎么会有这么会替自己打造舞台的女孩啊?24岁的黎明因为在脸书等社群发文贴出在国外时装周的后台替模特上装的照片,还自称曾担任纽约、东京杜拜、温哥华等时装周的首席彩妆师而爆红,便开始在台北开班授课,一天学费要价22000,殊不知。 这一切全是假象。 根据《静周刊》报道,黎明只不过是国外彩妆学院的学生而已,根本不是什么首席彩妆师,而且黎明也只是花钱去上国外首席彩妆师的课。 跟着老师到后台实习疯狂跟模特儿工作人员拍照,还将老师的作品当成自己的,发到脸书等社群软体,声称自己就是首席,在台湾大赚黑心前。 报道指出,经求证之后,纽约、温哥华、东京等时装周的主办单位与服装设计师都表示, 黎明非首席彩妆师,无料,先前许多台湾时尚界的人在黎明的脸书发文,并质疑她夸大资历与事实不符,结果进持上官司。 主席彩妆名模,摄影师,彩妆师都被黎明告诽谤。 广告 对此,黎明表示,我所有经历跟作品,在网站上或新闻报道中读能找到,而我的作秀职称KIMUER跟时装周官方的证据资料,律师皆已交给检察官,侦察部公开,请各位敬后加音,谢谢。 Tip1是美男,看来这位女孩子真的很会包装自己耶,可以这样子骗了一堆人,也证实了她是有实力的,在于说谎的部分。 。